好 這是帶您關心金華城弊案的最新進度 今天台北地檢署是第五度的提訊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我們透過稍早九點鐘的畫面可以看到 今天柯文哲抵達這個地檢的時候 走下走車並沒有戴眼鏡 甚至這個神色凝重 然後雙唇是緊閉的狀態 在法警陪同下進到地檢 預計十點的時候就來開庭了 而在稍早的時候他的律師團 包含陸正義以及蕭逸紅 也都來抵達北檢 好 其實10月1號的時候 檢方原本就在預計那天 要來第五度提訓柯文哲 但是當時柯文哲卻向罰警表示 他不願出庭 因此檢察官考量到他的身心狀況 最後是選擇擇日再來開庭 而這個擇日一等就是兩個多星期 今天據說柯文哲是相當的配合這個罰警 所以很順利的就從看守所 將他提訓出來了 不過其實他到北檢來開庭 還是可以來行使這個揭末全部發育 全部來交給律師團來回覆 不過現在隨著這個金華城必案的激壓起 在這個月底的時候就快而滿 包含印小微吳順明以及沈慶經等人 10月底之前很有可能就會來做一個進一步的動作 包含是部分的症檢起訴又或是延壓 也讓外界非常的關注 現在這個眾說紛紜包含其實這個關鍵人物也就是 柯文哲的貼身帳房橘子徐子瑜 疑似還是在日本沒有歸來 也讓外界猜測說如果徐子瑜遲遲沒有回來的話 很有可能從證人轉為被告甚至遭到通緝 那麼這樣總統的情況對柯文哲相當的不利 也因此法界分析柯文哲嚴壓的機率非常的高 那麼稍後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都會持續來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棚內 我們要有什麼關鍵人物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關鍵人物